首先各位YouTube頻道的觀眾 希望大家買一份《蘋果日報》 今天的《蘋果日報》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是支持著新聞和言論自由 大家都知道昨天在壹傳媒大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一個政治的清算 那十一位香港和大陸的官員被美國財政部制裁之後 你的反射效應看到就是昨天發生的大抓捕 除了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之外 蘋果的高層和他們兩個已經成年的孩子 第一、第二個兒子都被他們拘捕 錄這個頻道的時候他們都未出來 未夠48小時 也有些分析指令可能黎智英 因為是犯了分裂國家 勾結外國勢力 在這個國安法之下 可能是被送中去審都不期 很多不同的猜測 當然香港人是這30年我們看一周刊 這25年我們都是看蘋果 蘋果日報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捍衛真理 就是捍衛良知 還有他的踢爆的功能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我認識壹周刊更加久 在19091的時候 當還在多倫多買了第一本的壹周刊 許冠民做封面 至於黎智英現在被扣押 以及壹傳媒其他高層 我都在這裏說 希望大家香港人關注這件事 他這個和兩名的加拿大人現在在大陸 因為華為這個case 到現在都未放 香港現在是變成極權中國 共產黨拿了香港人去做政治籌碼 整個香港現在是被他entrap了 我們是不能動的 我也想說 其實認識肥佬黎 黎智英都30年前的事 當時我1991年 我記得我是在準備 搞一個財經和時事為主打的電台在多倫多 我就半途出家 我就離開了金融業 Global Bank那裏 因為太近97 我覺得是需要華人有些資訊 1991年的時候就去了公明集團那裏找他 那裏還沒有蘋果日報 這本是Jimmy送的書 叫做事實與偏見 你看到這個是93年 我都不知道第幾次去找他 我希望不是 這是最後的一個禮物 他給我 我希望大家 我現在真的很關心這件事 因為這次來講 共產黨不是 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是 不是這麼正的 我聽到 習近平主席說 要全 14億人民去打仗 有個打仗的準備 跟另一個國家領導人 鄧小平 他Promise 我們香港人的事 其實是 完全已經不同了 在這裏 其實都 工作大家照 要回的 在COVID那裏 如果你還在上班的 你都會是 要是work from home 又是 回中環的工作 我今天去戲院裡 買了 一份 Apple Daily 真的很多人去 撐著這張 報紙 我反而在想 林榮基也在說 有個 comment 今天在蘋果裏 他說 香港人 要走的好 快點走 我記得 上次見 林榮基 應該是 一月份 台灣總統大選的時候 在台北見過他 當然 他那時候 在搞 銅鑼灣書局 在台北打算再開 你說 我們這些 叫做 以金融為 個 core 想去評論一些事情的人 我們會不會這麼明白 政治有幾刻 當然 是很明白的 我想說一下 最後有個 point 就是關於制裁 我見到有個 newswire 美國財政部說的 如果有些機構 不根據美國政府去做一些抵制 或者制裁一些官員 特別是一些上市公司 是興建有幾間金融機構 他就說 在2021年之前 會將那個 在美國上市的地位 就是delist 即是不再被他上版 這個就很重要了 講到哪間銀行 哪間金融機構 不照美國政府去做這個制裁 將會在美國的幾大交易所裡 繼續list 這件事就 不是講玩 我見到就是 有 上個星期六 即是三天之前 兩個監管機構出了一個聲明 一個是證監會 另一個是HKMA HKMA那個更加是護主 護主的意思就是 護主的十一名被制裁的中港官員 基本上是 在說 不需要跟美國政府說的制裁 就是這樣 亦都有 有人說 如果你跟美國政府的制裁 那個無限宇宙大的 港版國安法 你又可能觸犯它 這樣變成是兩難的 這件事 無論怎樣都好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一個回流了這麼久 都整二十年 現在踏入第二十一年 見到的情景是十分之不好的 見到的是強權暴政 見到的是香港一路一路這樣插下去 那最後我昨天都錄了一個很簡短的影片 都不是很簡短 是二十幾分鐘 講了幾久 這個要簡短一點 錄完之後 我看到周庭也是犯了國安法之下 勾結外國勢力 那我相信如果你說要這樣說下去 勾結外國勢力最多那一堆 我昨天說一定是一些共產黨員 一些是權貴 一些是princelins 那個外國是很重要的 他們那個外國是在說很多國家 因為它很多國家的護照都有的 這些是很global的 還有那個名字是可以變來變去的 我不知道特區政府為什麼可以容忍這些事情出現 至於這個疫情 也想講一講 它不是一個真正的封關 我們那個global pandemic 一直是很難會制止到的 你都會看到突然間有些社區有些大爆發 那不是說什麼陰謀論 它可能就是說要希望一個所謂的大灣區的融合 融合 所以也都不封關 那這件事情大家要想一下 就是我們究竟現在 當然了 那個一國兩制其實現在是沒有了 那你說symbolic 現在是走出來幫到香港人的這些面孔 我相信他們現在會對付的就會是 Joshua 黃之鋒是一些90後有代表性的人物 那你說從40後到90後千禧後都打壓 那接著會不會連我們的宗教自由都沒有了 因為它說到外國勢力 那天國是不是一個外面的國家 那我也相信是的 因為裡面是無神論 還有要說的是集權天下 那我怕香港有好東西都守不住 那無論如何都記得去買一份蘋果日報 多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